邀請到非常專業的謝副總統 來跟我們談談投資理財的規劃 跟我們了解一些投資的工具 如何來規定我們投資所延伸的一些風險 2017號 要先了解我們這個老資 我們可以供給我們保險 我們今天的這場想做非常難得 我們能夠跟我們的證交所還有我們的證齊慧 來合作 那我們特別要請到我們在專業理財 理育方面非常專業的我們的現講師 為什麼要知道這件事情 如果你知道收入跟支出這件事情的時候 這兩條線就好比是一個平行線 當收入大於支出的時候 我們才能夠有錢 當收入小於支出的時候 它是從我們的證出生開始就開始在做 它是會影響到什麼 影響到我們的一個錢 然後有人幫他收錢 就放在那個水打裡面 水打下面還會有一個支出 這支出有所謂的一個不定期的支出 它有一個什麼 可預期的支出和不可控制的支出 那這可預期的控制的支出 就好像是你生活開銷 或是上你休閒的開銷 大方年輕加上商業保險 那可能不足的不管了 你可能在工作的這段時間 你就要自己來 如果有什麼 補藥 像最近又要來到了支援 類型的一個時間 6到9月份都是我們補藥主席 你用100張 代表就是你用24萬 如果只有配4萬 代表是配40萬 配5成分 那這成分就叫做什麼 平均成分 那黃金另外一個概念呢 因為黃金跟原油是呈現走強的 所以美國呢 他大量的硬支鈔票的背後 他心不希望黃金能夠走強 他不希望黃金走強 因爲什麼 一旦黃金走強的話 美元就會走過 那美元大部分大致上都在什麼 在硬支鈔票 這位於熟悉就是什麼 在管理風險裡面最上的 當別人還在想的時候 先覺得就像什麼 就像巴菲特 所以巴菲特他才會講一句話 當別人恐懼一點的時候 你要貪婪一點 所以一年要創造20%的獲利啊 除了第一件事情 不要買債券 不要存定存 第二件事情要看對趨勢 那第三件事情呢 當然就要保佑什麼 股市大跌 因為大跌你才有機會 所以為你籌逢這件事情 告訴你只是在等待那個機會 我在這裡 非常歡迎我們在下個學期 來參加盛大的學習行列 盛大一百六十一的班 四千多學 每個人在每一個領域 學習他不同的 這個所想要的一些課程 我想每一個人都學得相當的精彩 我保證你投入盛大以後 你的人生跟生活 生命一定會更精彩